可以點一點就好了 左邊不要伸長 輕的 右邊伸長 斜上去 輕的 輕的 還是輕的 只有點稍重 左高右低 左邊高 右邊低 右邊低是因為這個撇的關係 伸長 伸扁 左右可以伸長 上下 這裡就不要伸長了 因為底下有個心 下面都不要伸太長 是有長短 但是不能太長 因為這個心的關係 握勾 後面重一點 這兩個點進 這個直一點 直一點其實也很簡單 因為等一下會有個撇 撇不想 不想互相碰到的時候 它就會去挺直一點 內縮 收好 左邊伸長 右邊縮短 靠近 靠近 它的撇都非常的輕 寫個標準字 標準字其實不好寫又很難看 所以一般人都不喜歡寫標準字 但是我覺得如果 每個字都只挑好寫的寫 不敢試 難寫的 那也怪 來 這邊都寫輕輕的 輕輕的 右邊可以稍微重一點點 就是差別 而且可以寫低一點 兩個的結構體很像 所以一定要有粗細大小的差別 以前梁中心有一盒嗎 點高點低 肯定要斜窄一點 主要是最下面這一筆 這個不要太長 讓它窄一點 這樣它才可以 拉高啊 因為右邊的字筆畫很多 這邊要做高高低低的 長長短短的 寬寬窄窄窄的 上寬下窄 這要做大 它喜歡把竹筆畫寫得比較長 你就給它拉長 要翹一下也可以 連續兩匹馬在一起 稍微粗細 做不一樣 這樣差別就出來了 右邊寫得比較窄 右邊寫得比較窄 身長 上寬下窄 上寬下窄 間距靠近 連續兩個步手都一樣 至少在粗細上做一點不一樣 竹筆畫 刺竹筆 樹畫竹筆畫 點點高 剛才有寫一個輕的 也可以寫一個重的 這個肯定是左高右低啊 魚 這個要變形了 不要管原來長什麼樣子 不重要 當偏旁或步手 字都會變形 下面這筆又最長 這要斜度 落差 上面縮小 上面縮小 口鴨扁 可以寫窄一點寫小一點喔 因為旁邊筆畫多啊 斜扁 再斜扁 斜靠近 1 2 向中間集中 3 可以拉長 4 可以拉長 這裡又要收緊 這裡又可以拉長 左邊伸長 右邊縮短 這個縮短 這個筆畫可以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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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又縮短 那又伸長 斜 短的 上寬 下窄的 間距差不多 左邊伸長 右邊縮短 斬的話要降低 降低的高度 對 那 拉長 左連 右不連 拉長 抬中間一點 靠近 靠近 拉開 斜窄 斜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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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內縮 然後竹筆畫伸長 往下壓 左邊伸長 右邊縮短 竹筆畫伸長 短 有弧度 拉長 有弧度 上面靠近 拉點 這裡要靠近 越扁越好 越扁越好 撇輕 納重 右邊寫輕 寫輕 寫輕 納寫重 這邊寫輕 寫輕 納寫重 往下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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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下壓